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值此制造众多不同岗位 让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轻易收看2012信息 应付全世界对于幕后大复兴的需要 带领世人揭尽一生寻找神的旨意 努力侍奉神 假如有奔载已经装备好 前来参与这次终极的转变 慰着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共同完善这套2012信息 这样他们就可以赶上尾班车 不但成为最好的奔客 甚至有机会得着同女的资格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神克尔选择延值 来形容幕后大复兴的警方 就是让最后参与的一群人 有机会藉着投身参与 揭尽全力一同完善2012信息 令他们有机会在延值上贡献自己 赞取成为超级同女 或是超级奔客的身份 就如主耶稣藉着加拿的婚宴 透过贡献自己 施行将水变走的神迹 亲身示范了超级奔客的工作 就是以奔客的身份协助主人家 服侍其他奔客 满足其他奔客的需要 因此主耶稣在加拿婚宴里面 就成为了超级奔客的榜样 同时为到这个延值 创造了新的岗位 始终为延值行水变走的神迹本身 并非这个延值原有的工作 或者是原有可以贡献自己的岗位 但是主耶稣藉着首创了 即使以奔客的身份 仍可以为到这个延值贡献自己 协助主人家去服侍其他的奔客 满足他们的需要 成为历史上超级奔客的典范 然而同女又是怎样参与这场延值呢 如何参与这场石安的复兴 好让自己成为超级同女 得着比其他同女更大的永恒掌赏呢 原来 这些早已经进入石安教会的同女 就是多年来 一直配搬在辛苦身边的侍奉者 全职 加醉负责人 跟信员及蒙图等 在这场延值 职没后大复兴尚未开始之前 他们已经一同协助 辛苦制造这场延值的盛宴 所以 他们全部都是八字国安国职 参与不同部门的同女 当幕后大复兴正式开始 万民都要留归这个石安 收看2012信息 聆听神级与石安的奋费 戒时 多年来一直坚守在石安教会侍奉的全职和门徒 只要懂得以各部门主管的身份 抗展各个部门 协助辛苦制造更多崗位 让更多奔客能够一同参与及完善石安的信息 就是2012信息 透过制造及管理更多的崗位 让这场延值变得更加多元化 成为一场更丰富的盛宴 如此 这些本身已经参与不同部门的同女 就能够为这场延值作出更大的牺牲和贡献 使自己能够晋升成为超级同女 能够更加贴近辛苦 协助辛苦完善这场终极的大复兴 没错 原来超级同女的诞生 就是考验厌时每位经已参与侍奉的全职 加聚负责人 跟进员 金门徒等 在终极大复兴来临时 是否懂得在自己负责的部门里面 扩展及製造更多工作和侍奉崗位 并且 协助辛苦妥善安排每位参与的同女 和新来的奔客 让这些原本不存在的侍奉崗位和部门能够诞生 使更多奔客和同女 可以进一步卫生侍奉神 为永生赴上足够的代价 为神波及果子 若然 这些同女 即各部门主管能够做好这一部分 这样 他们就有机会成长及进步成为超级同女 于终极大复兴 于辛苦教会里面 成为更加懂得贡献自己的领袖 一同协助辛苦完成从神而来的各种托付和使命 其中 部分多年来一直忠心侍奉的同女 不但会成为超级同女 甚至 可以成为辛苦身边的忠信 即日华牧师曾于2012讯息提及 一种非常特别的身份 就是辛苦身边的跟随者 就如古时的大户人家里面 当千金小姐出家 成为辛苦的时候 那些多年来 一直陪伴她成长 服侍她的丫鬟 也会陪同辛苦嫁进新郎的家 继续服侍这位千金小姐 成为辛苦的跟随者 这些丫鬟又称为同女 与主人家里面其他的仆人和同女 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他们是直接服侍辛苦 陪伴在辛苦身边 成为最得力的忠信和跟随者 是最能够了解辛苦的心意 协助辛苦的成长 使辛苦能够装饰更加整齐 预备得更加好 去迎接这场婚礼 所以 接下来的大復兴 正是要考验 因时在石安里面参与侍奉的同女 能否进一步扩展自己管理的部门 一方面 使自己的信仰能够继续成长 另一方面 又能够制造更多的侍奉纲位 使万民留归石安的时候 可以一同参与制作及完善这套2012信息 使这些奔侠成为超级奔侠 从而 令各个部门的主管 也有机会晉升成为超级同女 甚至 得着成为辛苦跟随者的永恒身份 在属灵上面得到极致的奖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